俄羅斯的防空系統 最近幾個禮拜毫不得嫌 忙著對付深入本土的烏克蘭 無人機攻擊 七月三十號跟八月一號 無人機群兩度進入 首都莫斯科上空 雖然大部分都被攔截摧毀 沒有造成傷亡 但金融區移動商業大樓 連續兩次都被擊中 玻璃圍幕窗破大洞 結構無傷 但足以為首都蒙上不安全感 間接印證了烏克蘭總統 曾倫斯基的反話警告 Ukrainiens attack every day and particularly at night and once they breach the dam of Russian defenses they're likely to overwhelm their forces who have huge logistical problems command problems and crucially low morale 俄羅斯指控這是烏克蘭絕望之下的 未遂恐怖攻擊 隨即對基辅 哈爾科夫 與澤倫斯基的家鄉 克利弗洛 發動猛烈炮擊 與無人機攻擊 此外還鎖定黑海港口 奧德薩 多瑙河港口的 谷物出口基礎設施 讓全球食品市場 價格和供應 再現危機 俄羅斯塞凡堡的黑海艦隊總部 基地連續受烏軍無人機攻擊 連除油槽都被炸毀 俄軍也不斷強化防護 根據軍事雜誌報導 塞凡堡一支特殊部隊正在擴邊 那就是專門訓練海豚與白鯨 執行軍事任務的單位 美國海軍拍攝到的衛星畫面 顯示港內飼養圍欄數量倍增 訓練的海豚跟白鯨 也從四隻增加到七隻 主要用在偵察 防止烏軍特種部隊 從水下渗入港口進行破壞 動物間諜並非新鮮式 冷戰時期開始 蘇聯與美國都有訓練海豚的歷史 近年最知名的是挪威海域 一支友善聰明的小白鯨 弗拉德米爾 他二零一九年首次被發現的時候 身上穿著訓練背帶 標籤寫著聖彼得堡的裝備 因此被視為俄軍的小間諜 還用圖廷的名字幫他命名 這些水下兼兵可以用來偵測彈藥武器 收集核潛艦的聲音 當哨兵甚至進行水下攻擊 美軍在加州訓練海獅 執行安裝修復任務 海豚的胸騎也能安裝攝影機 美國國防部高等研究計畫署DARPA 則打算在魚類身上安裝感應器 用來偵測潛艇位置 時間拉得更遠一點 前兩次世界大戰都已經有動物兵團參與 像是用羊來掃雷 二戰波蘭炮兵運捕連 有宗雄弗伊泰克成為國家戰爭英雄 美軍用鴿子空拍勤搜再千里迢迢飛回基地 到了冷戰年代 間諜哥的拍攝品質比當時間諜衛星還要好 美國中情局解密資料顯示 冷戰時期還有許多奇特的動物間諜嘗試 像訓練鳥放置竊聽器 用電子刺激腦部遠程控制狗 或者將竊聽裝置植入貓的體內 打算進入俄羅斯使館監聽 但都不是非常成功 到了現代的戰爭無人機當道 動物仍然有靈活度更高的優勢 幾年前就有人開始訓練用老鷹攔截無人機 牠們空中抓飛鳥的精准度 人類科技至今無法比擬 公視新聞是回中編譯